在数天前 美国军机汉人进入台湾机场仪式 很快成了全球关注焦点 当前国际局势紧争 台海问题随时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热震 而如此敏感局势下 美国却工人以挑衅的方式挑战中国主权 最近就有消息指出 事情正在变得严重 在6月8日 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强硬对最近发生的美军入台仪式表态 美国议员以军机访台的形式挑战中国底线 这是极其恶劣的政治挑衅 这一行为不公违反了联合国协议 也严重威胁到了地区和平 这一行为非常危险 而台当局的行为也必将玩火自分 需要注意的是 通常来说 我国对于涉台问题相关部门有着明确的区分 正常来说 出现台湾问题 比当有我国国台办负责出面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 则外交部也会出面 而这一次颇为罕见的则是 从国台办到外交部再到国防部 军队此事做出回应 这也表明事情正在变得严重 事实上 由于美国当前国内情况混乱 为了能够尽快转移注意力 白宫当局一人采取的适合前任特朗普相似的手段 利用敏感地区的热点话题 炒作自身对话态度 在此次的政治作秀中 美军机就是先从本土出发 随后刻意由日本 韩国在飞抵台湾机场 可以说 这已经是在向外界宣告自己的势力氛围 同时也是想向中国施压 表达自己已经获得大量支持 在台海问题上占据先手主动权 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年的10月份 我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时评文章 其中就很明确的点名 美军军机飞抵台湾就已经意味着战争 如今这件事情来看 或许有不少人认为 只是说了大话 根本就没有大动作 毕竟美军如今是真的抵达台湾 结果大陆这方面还是在口头上谴责 反对 有些恋人失望 但事实上 有观察人士指出 总观我国自建国以来的边境自卫反击战中 往往事前都会进行一场较为长时间的口水战 无论是对印度还是对越南 都是对方踩上我国底线后 经过一段时间才彻底动手 这中间的时间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暗中研究判断 以及动手之后的战略部署 用孙子兵法里的话来说 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阵而后求胜 也正以为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此事件正在持续发酵 且变得越发严重 或许不会在当前就直接动手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为了统一进行必要准备 已经在暗中进行了 俄美发出的警告并不是空穴来风 中美冲突点将不是台海 但中国真的会成为美硬的魔刀石吗 进行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据俄罗斯媒体经济时报的消息称 夏季已至 喜马拉雅高原上的鸡血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融化 中国和印度也开始派遣巡逻队 进行侦查兵所需要的修筑攻势 尽管中印多轮军长级别的谈判 使得双方的怒火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张的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 美国人仍在试图拱火中印边境 发生冲突事件 且印度在实控线上 还保留着5到6万人的军队 毫无疑问 对于中国而言 近段时间内 台海将不是主要的冲突点 有分析认为 冬季的到来 使得高原气温急剧下降 是中印局势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随着高原气温开始回升 双方的部队开始继续储备粮食弹药 印军方面还修建了一条长300公里的隧道 用来过冬 而且中方也建立了新的防空体系 大型导弹发射装置和自行榴弹炮 也是早早进入了边境 而美国一直在试图发展 与印度更加密切的关系 让印度来对抗中国 对于美国的这一政策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马基认为 当中美关系因为台海局势 进入全面博弈阶段后 印度对美国显得更加重要 而对于印度来说 来自美国的援助也很重要 因此在有了美国人的干预后 中印冲突的风险确实是有上升的可能 另外需要知道的是 在今年早些时候 现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 贾斯特首次表示 美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存在合作关系 印度有可能长期面临中印边界问题 美印之间的密切合作也很重要 而自五月底以来 美印高层外交人员经常进行互访 并开启了蜜月期 所以说 俄媒发出的警告并不是空穴来风 美印之间的种种动作都显示出来了 他们想拿中国当磨刀石 去磨合双方的合作 但中国真的会成为美印的磨刀石吗 从战术角度来说 美印关系的紧密 确实会给中国造成麻烦 延长中印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时间 但恶华牌打得越多 美印关系的脆弱性就越明显 因为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把印度 放在与自身同级别的层面 印度只是被推上了前沿 当成了一种消耗品 这一结论 从美印联合应对疫情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美国至今未在疫苗原材料出口方面 放松管制 同时也正是这种管制 让印度不得不直面中国 解放军突然从边境撤九成兵力 印度叫嚣认怂 国内喜大普奔 但真相可能让印度人胆寒 进行关注本期节目 随着高原气温回暖 外界也开始担忧 天一热印度又要搞事 然而在这个时候 却传出解放军突然从边境 撤走九成兵力的消息 印度国内喜大普奔 叫嚣解放军认怂 然而真相却让印度人胆寒 据今日印度近日报道 严酷的气候天气 迫使解放军轮换撤掉 中印边境九成兵力 文章指出 解放军边境部队五万兵力 已经在中印边境驻扎了一年时间 但显然 他们并不适应高原极端天气 有印度高层消息人士透露 解放军几乎撤换了边境全部驻军 百分之九十人员都换了新面孔 新调来一线驻守的部队 都是从西藏以外的其他基地派来的 消息人士还煞有介事称 解放军从去年冬天 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大量人员受伤 印方还拿到了证据 但是直到文章最后 印军都没展示证据 印媒还做了一个对比 即使印军每年也会轮岗 但调换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最后印媒得出一个结论 印军得天独厚的高原驻扎经验和能力 在东拉达客段对峙解放军的部队 表现令人景仰 这则消息让大部分印度人喜大普奔 并自嗨 这是解放军认怂只能撤走 但真相是什么呢 事实上轮换速度越大规模越大 表明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越强 隐藏的战力越强 虽然印度号称十万山地师驻扎边境 但他们没注意到 中国仅在一个冬天 就将山地部队规模 扩展到和印度相同的规模吗 近五万人轮换 一来一往就是十万人的规模 如果再过半年 解放军又要轮换 那有实战经验的山地部队 就能扩展到十五万人 换下来的人随时都可以再上 反观印度十万山地师 组建用了近十年时间 对于解放军轮换的规模和速度 印度不感到恐惧 反倒还要嘲笑 除了轮换部队 中国还往边境频繁输送最新先进武器 高原俨然成为解放军先进武器的 最佳练兵场 这都说明中国为下一轮可能的冲突 狠狠地干印度做准备 印度居然还在沾沾自喜 果然脑回路不同 这段时间 外界一直认为台海风险最大 占据了解放军大部分的精力和投入 从而放松了对边境的投入 印度国内的这种观点也很常见 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看法 对待这样的一个 投机又脑回路异常的邻居 绝不能放松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